就是隨著我們社群的腳步跟發展 我們之後會往NLP相關的議題去走 那其實今天講的會以NLP的出發點或者說核心概念 但是其實它也是可以拿去運用在譬如說看似聲音或者是音效 像其實CNN已經不錯但是你可以有其他的古蹟去適用在影像的部分 那今天的話其實這是一篇應該說裡面包含了一篇NLP的review paper 大概是2017年寫的然後最近有被更新 更新最近好像是2018年年底的更新這樣子 那整個那所以基本上大概今天會講的都是一些比較粗的概念 也會以概念為主 那跟一些譬如說碰到的問題然後要怎麼解決 那有一些技術細節的話可能要看那一篇相關的 paper 它是怎麼去處理 好 那以自然語言這個東西在處理的歷史上 大致上你可以把它分成兩個主要的思維 一個是就是我們所謂講說是經驗主義 然後一個是理性主義的部分 那經驗主義的話也就是說就是我碰到這個東西 然後它很頻繁出現我才會有這個概念 所以基本上經驗主義這個東西它是比較偏 是統計式的或者說紀律式的方式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如果是理性主義的話 這個東西它就會比較偏是規則式的 也就是說我去跟 我就用一條一條的規則去把這個語言的模型給建立起來 比如說我們有所謂的文法這種東西 文法這個東西就是一條一條的規則 然後我就把這個規則給僵詞了 所以說文法就是長這個樣子沒有例外 那一開始的話大概會從比較早以前 比較早以前最一開始做的人大概是 大家知道馬可夫應該國中高中 會有碰到所謂的馬可夫練這種東西 然後馬可夫就是還蠻早去接觸這塊的人 那但是好我就先往下講好了 對這個會是今天的Overview的東西這樣子 那馬可夫他的研究他是從一個比較數學的角度 因為他是一個數學家 然後也是一個 對啊那個時候是會講他是數學家 不會講他是統計學家或什麼之類的 那那個時候他是用一個數學的角度 來分析一個文學的作品 然後他分析的文學作品是 就是這個德國詩人所做的這個詩叫幽經這樣子 那他分析的東西是什麼 他去計算說 比如說一個字 他的發音 比如說他是發 他是一個子音 還是一個母音 他單純只是對這個詩去做一個統計 那他除了去做這樣子單純的比例的統計以外 比如說這首詩裡面有多少比例是發母音 有多少比例是發子音 他還去做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 把他去算說母音 發母音之後還是母音的有多少 然後發母音之後發子音的是多少 所以說像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把他的一整個的 一個概念把它建構出來 也就是說我發母音之後 下一個字還是母音的機會有0.128 然後母音之後 他下一個音發的是子音的機會 有0.872 那我就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畫成一個像這樣子的概念 OK 那這個東西就是最初略的一個 就是馬克夫練的那個模型 這樣子 那其實他一開始是做在文學作品上面 那後來其實像這樣子的模型 對自然科學或是說社會科學的影響其實蠻大的 就是把這樣子的一個模型或是思維把它套用在其他領域這樣 那其實他一開始只是做好玩的 OK 那像現在的話我們就會把像這樣子的東西用一個數學的方式去表示 比如說母音之後是母音的機率 那母音之後是子音的機率 對 所以說我們有各種就是四種的排列組合 那四種排列組合 我們就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 呃 舉證給 呃 算出 這個是 呃 最早期 在就是馬克夫在做相關的 呃 做語言或者說做文字相關的 呃 探索 他們所 那個時候他們所做的事情 那到之後 到之後的話就會變得 呃 馬克夫那邊應該算是比較偏經驗主義的東西 那到後面的話 其實中間有一段時間 其實是理性主義的 呃 全盛實體 全盛實體 上面 那理性主義所代表的是 呃 理性主義所代表的就是 我後面會講的所謂的 呃 自動級的東西 呃 呃 問一下 是 製作還是廢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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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廢主 好好好 OK 然後 所以這樣應該知道 好 OK 沒關係 那我就是 帶大家 製作 那 基本上 自動級這個東西 它 其實借用了剛剛 像剛剛 呃 馬可夫那樣子的 模型 它看起來 很像 OK 那所以說 後面 呃 後面的有一段時期都是 以這個模型為 為主 這樣子 但是它並不是 拿來直接去處理 自然語言 它 它拿來處理的是 文字 或者是 呃 我們講 程式語言 OK 好 好 那就會有一個東西叫做 有線狀態機這個東西 那有線狀態機這個東西 你就會看到它這個 這樣子的形式 是不是看起來跟那個 剛剛講的 馬可夫的模型 非常的像 但是其實它 去描述 並不是一個 機率式的描述 它指的是 我在 某一個狀態 它其實已經把它 某某程度上抽象化 我在某一個狀態 當這個狀態 我當我 吃進 零的時候 它就會轉移到 下一個狀態 那轉移到 下一個狀態之後 當它再吃進零 它就會回到 前一個狀態 所以說在這個狀態的 轉換當中 它可以去吃進 一連串的 自創 一連串的 呃 在這邊的話是數字 不是零 這樣子 然後去決定它的 狀態的轉移 那 呃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叫做 有線狀態機 那有線狀態機 這個東西 在數學上的定義 大概會去定幾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 它可以去吃進 吃進來的東西 可以是什麼 像這邊 它吃進來的東西 它可以是吃零進來 或是吃一進來 所以說 它可以去接受 字串裡面 包含是零 包含是一 的東西 那其他的是不行的 OK 那這個東西 我們叫做字母的集合 就是alphabet 那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它的狀態 它的狀態要是有線的 就是如 它的名字上面寫的 它是一個有線狀態 不能是無線狀態 OK 那所以說 我必須要講明 我的狀態有多少個 OK 那多少個這個東西 就要把它定義出來 就是所謂的 狀態空間 就是status 好 那接下來 再來 這個有線狀態機 我要啟動它 它應該要有一個 入口 就是說要有個 起始點 OK 所以說這個起始點 我們稱之為 起始狀態 或者是 初始狀態 那初始狀態 這個東西 會用一個箭頭 去做一個表示 所以說 一開始 如果你要 把這個 一開始進來的話 你就會在s1 這個地方 然後開始去吃一些 四串進來 好 然後再來 我們會有所謂的 狀態轉移函數 那狀態轉移函數 這個是講起來 比較抽象 其實它就是 像上面畫的這樣 就是 s1 它會轉移到s2 那這個轉移的過程 當我吃進0的時候 它就會轉移到s2 OK 所以說 就會把像這樣子的轉移關係 把它畫在這個圖上 去做一個表示 那接下來 你一台機器啟動之後 你是不是看到什麼時候 它會停下來 OK 停下來這個東西 我們叫做最終狀態 就是說它什麼時候 會回到這個最終狀態 那這個最終狀態的話 我們會用 就是兩個圈圈 應該說 就是兩條線的這個 這個圈圈去表示 所以說 這邊的話 它剛好是一個 初始狀態 跟一個 就是最終狀態 是同一個狀態的情況 這樣子 OK 好 那有限狀態機 這個東西 可以用在哪裡 比如說 你去進那個捷運 或者說去進那個 台鐵的那個閘門 那那個閘門的話 你是不是 需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比如說 如果是像上面這個畫的 這個畫的話 就是說 我要去投硬地 或者說去做感應 然後感應完之後 我要去推那個桿子 推完之後 我就可以過去 OK 那我要怎麼 那台機器要怎麼知道 它投了 Coco 就是投了硬幣 或是說 有沒有感應 這件事情 那它什麼時候 該把那個 那個閘門的那個 鐵欄杆 鎖起來 什麼時候不要鎖 所以這個東西 我就可以透過 像這樣子的一個 模型去做一個 做一個 model這樣子 也就是說 一開始是什麼 一開始是鎖著的 一開始什麼都沒有發生的時候 它就鎖著 那 那 當我這個鎖著的時候 當我給它硬幣 投硬幣下去之後 它就會轉移到什麼狀態 它就會轉移到 它是打開的狀態 OK 那轉移到它是打開的狀態 接下來我就可以幹嘛 我就可以推它 那我推它之後 我推完之後 它又鎖起來 OK 所以這樣它就完成了一個 cycle 這樣子 好 那如果說它是鎖起來的狀態的話 它沒有投硬幣 你去推它 它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它不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說 當我 是鎖著的時候 推它 它還是鎖著 OK 然後當我 如果是開著的時候 我繼續投錢 它還是開著 OK 好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話 我就必須要去 它相對應的字母的集合 就是 我有沒有投錢 或者說 我有沒有去推它 像這樣子的動作 所以像這樣子 這個東西的 有線狀態機的話 它就可以去接受 這樣子 這兩個動作 OK 然後它的狀態空間就是兩個 一個是鎖著 一個是開的 OK 然後接下來我就可以去給它 一連串的動作 這一連串的動作 比如說 我去推它 然後發現 欸這個 它不會動 我再推一次 然後發現 欸它不會動 那我 投投看EB好了 然後把EB 投下去之後 再推它 它就會動 我就可以過去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 一個 有線狀態機的轉移 這樣子 的運作模式 這樣子 好 那所以基本上 有線狀態機它可以接受的 就是 你可以把這一連串的動作 用一個符號 去做一個代表 就是把一個動作 當成一個符號去代表 那這樣子 一連串連續的動作 它就是一個自創 OK 好 那 所以這個東西它可以很複雜 然後我今天沒有要講到很複雜 那 接下來再跳到另外一個東西 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真的去講到跟語言相關的東西 在理性主義裡面 我們要去定出一些 一連串的規則 然後去定出 什麼東西 叫做一個 語言 OK 那去定出一個什麼東西 叫做一個語言 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還蠻困難的 但是 呃 前人做了蠻多的努力 他們定出一個像這樣子 稱作為 形式語言 形式語言這個東西 就是說我可以用 這樣子一套 非常抽象的東西 去描述 語言這個東西 好 那 就如同我們剛剛講的 語言這個東西 它是由一大堆的字母補稱的 比如說你講英文的話 就是26個英文字母 然後你可能會有標點符號 OK 那如果你是中文字的話 可能就有上萬之類的 上千萬之類的的字母這樣子 去做一個組成 所以第一個你要先做的事情 其實是去對你的字母的集合 去做一個定義 OK 我可以用的字 到底有多少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要怎麼去形成所謂的句子 句子這件事情是什麼 句子這件事情就是字母的排列組合 OK 所以說 我只要任意的就是字母的排列組合 那照理說它應該是一個句子 好 那接下來 那語言是什麼 所以這樣看起來應該是 語言應該是 把所有的句子 都收集起來 是不是就叫原語 好 就有點點頭 好 好像沒有人要頭 好 通常這個時候語言學家應該會 要頭 然後對電腦科學家來說應該會點頭 好 Anyway 那基本上在 在 呃 在這邊所定義的形式語言 這件事情 它就是 句子所形成的 所有的這樣子的排列組合的句子 然後我就可以拿來 講說它是一個 語言這樣子 OK 那 語言學家就可能跟你說 啊我 裡面可能就有些字有定義 有些字沒有定義 那你可以把表演符號插在任何一個地方 這樣子 也算語言嗎 Anyway 那再來 呃 新式語言裡面其實有 有去特別講到 語言這個東西 它要是一個 呃 有限的集合 那 呃 對 那它 照它定義來說的話 它的語言應該是要有限的 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做排列組合 無限的 無限的排列組合的話 應該會是無限的 不過在這邊的話 因為它的字母的集合 字母的集合 是 就是 它是有限的 所以說有限的 那個排列組合 它也會是 也會是有限的這樣子 好 那 所以說我們就會去判斷說 什麼東西 是屬於這個語言 不是 什麼東西不是屬於這個語言 譬如說 你會說 呃 中文 中文我現在講的字 它都不屬於你 這樣子 那 那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 我用中文的那個字 字 所排列組 組合出來的這個句子 這個句子 它不在英文的範疇裡面 OK 所以說我們會說 像上面我們去定義 呃 一個語言它裡面的字母 可能有ABCDE這三 這五個這樣子 那這五個的話 呃 譬如說我下面有一個句子 叫做 ABCD 呃 ABCK 那K這個東西 在我的字母的集合裡面 其實是沒有定義的 所以說這個東西不能算是在 這個語言裡面 OK 好 那 所以說如果我們有句子 我們有語言 我們就可以對字串去做一些操作 去對字串去做一些操作 譬如說什麼呢 譬如說我有兩個句子 那兩個句子 一個是W 一個是B這樣子 那W跟B的話 我可以把它怎樣 把它接在一起 譬如說 剛剛有人過生日 Happy Birthday Happy J Birthday OK 那Happy自己是 可以是一個 一個 一個序列的東西 那Birthday可以是自己自己的序列 我可以把它 用力的接在一起 那我還可以做什麼 我還可以把它反轉過來 把最後一個字母 調到第一個 然後把 倒數第二個 調到第二個 就把 所有的字的排列 全部都 反轉過來 然後我還可以做什麼 我還可以去取 這個 字 字的長度 字或者是句子 的長度 OK 然後這邊需要 這邊定義一下 有一個東西叫做MtString MtString這個東西就是 什麼都沒有 對 什麼都沒有 那什麼都沒有 這個等一下 會用到 好 好 那在字串的操作裡面 譬如說 有人會寫這個東西 就是 呃 譬如說 酷酷的話 你就會寫酷平方 這樣子 對 那平方這個東西 其實在形式語言裡面 是有這樣子的 定義 對 就是N四方這件事情 N四方這件事情 就是把 這個東西 重複N 串起來 OK 好 那 講兩個比較特殊的操作 一個 這個特殊的操作就是 一個是 STAR STAR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把它放在字母的集合上面的話 就代表說 我可以用這所有的 這些字母 去任意做一個排列組合 OK 那去任意做一個排列組合的話 它包含什麼 它包含空字串 如果說我定義只有A跟B 那我包含的是 空字串 A B AB AA BA BB 之類的 然後這樣子排列組合下去 OK 那 有另外一個東西是 加 加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就是 把空字串給 排除掉 OK 啊 這份Slide的話 我其實也有丟出去 然後看那個Mora那邊什麼時候 做Announce這樣子 現在要嗎 隨便你 好 那 所以說我們講語言這個東西啊 講語言這個東西啊 我們就需要去講它的 所謂的文法 OK 你去產生出一個語言 或是說去產生出一個句子 它應該是要符合某種文法 那 如果說你是沒有符合某種文法的話 你就會覺得它非常的混亂 我不知道它到底在講什麼 然後去產生這個文法的話 其實 你語言的句子裡面 其實是有一定規則 那這個規則你可以是 譬如說什麼 譬如說是名詞加動詞 car 會wrong 所以car wrong 跟 marry cry OK 所以我們用最簡單的一個文法的示範來做一個例子 這樣子 那 這個文法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什麼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一個句子它是一個名詞加動詞 OK 那名詞加動詞我們可以把它代表稱 像s這邊它是一個句子 這個句子的話它會符合一個規則 一個規則叫做前面是名詞後面是動詞 這樣子可以 那前面是名詞 名詞那個東西我用a來代表 動詞那個東西用b來代表 那名詞可以是什麼 名詞可以是marry 可以是car 動詞可以是什麼 動詞可以是run 可以是cry OK 所以說 這邊指的 這個是或的意思 看你知道哪一個符號這樣子 那所以基本上文法這個東西就是 我去描述的是 產生語言的規則這件事情 那所以說像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叫形式文法 就是formal grammar 那formal grammar的話 如果照定義的話會有這些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其實就跟剛剛的很像 所以說我會有幾個東西 我們叫做變量 variable 那variable這個東西 它需要把剛剛的這些大寫的字符 都把它收集起來 s啊 a啊 b啊這些東西 都把它收集起來 它是屬於變量 那再來另外一個東西叫做終結字符 終結字符這個東西就是 它是一個實際的符號 比如說剛剛講的 maria car cry run之類的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實際的 實際會去填在你的 句子裡面的字符 這樣子 好 然後你會有一個起始變量 起始變量就是說 呃我的句子 我的句子一開始 它是從哪裡開始 開始去導這個文法 好 然後還有一大堆的規則 那所以說基本上 呃 形式語言 或者說形式文法 在講形式文法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文法描述成像這樣子的東西 ok 描述成像這樣子的東西就是說 這個句子可以被拆解成什麼 這個句子可以被拆解成 有個小A 然後呢 大寫S 跟小B 那小A的話 跟小B 其實都是已經 就是我已經說定了 是這個字這樣 那這個S呢 是代定的 ok 那S的部分 它可以是什麼 S可以導出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S它也可以導出什麼 它也可以導出空的字窮 好 那 來問問大家 覺得 有什麼樣的 句子 可以符合 這樣子的文法 有什麼樣的句子可以符合 這樣子的文法 好 來舉個例好了 比如說S的話 比如說我有一個句子叫做AB好了 OK 我有一個句子叫做AB 那AB它有沒有符合這樣子的文法呢 我先看這個S 這個S進來 好 那這個S進來的話 我前面 我前面有一個A 後面有一個B 好 然後中間是不是卡一個S 那可是在我的句子裡面 AB中間沒有東西對不對 好 那中間沒有東西的話 沒關係 這個S它可以對應到下面這個S 讓它是空的 這樣 這樣 OK 所以說AB這個句子是有符合這樣子的文法 那如果是空字串呢 有沒有符合這樣子的文法 有 為什麼 因為它下面直接是失控的 因為它下面直接是失控的 對不對 然後 還有其他的嗎 AAB AAB 欸 好 還有啊 AAB有喔 N個A,N個B 對喔 好好好 有人知道答案 那其實是這樣的啦 所以說這個東西代表的是什麼 這個東西代表的就是 我可以去產出一個語言 這個語言它包含什麼 它包含空字串 AB AABB 所以我前面描述的就是 有N個A,後面有N個B OK 所以基本上 像這樣子的 語法可以去產出像這樣子的 語言,或者說它可以去接受 像這樣子的 語言這樣子 好,那所以說 基本上 再講一個比較簡單的 或者說實際上後面可能會用到 不不不,實際上可能會用到 後面不會用到 那我們就會去定有個東西叫做 正規文法,或者說 Regular Grammar這個東西 那Regular Grammar這個東西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 它的那個 我們講 變量這個東西嘛 然後還有一個 終結字符 終結字符這邊 都 只會在一邊 比如說都會 只會在左邊 或只會在右邊 這樣子 出現 OK 然後 旁邊搭配一個 搭配一個那個 變量這樣子 所以像這樣子的 語法我們叫做 Rigular Grammar 那Rigular Grammar有什麼特色 它可以去產出一些比較簡單的 字符或語言 或者說接受比較簡單的句子這樣子 好,所以說我們看這個的話 S S可以導出什麼 S可以導出 AS嗎 OK 然後它也可以導出什麼 它也可以導出小BA 那如果導出小BA A就要走下面這條路了對吧 所以A它會導出什麼 A它會導出CA 然後它還可以是空的字串這樣子 所以說有哪些是可以 可以符合這樣子的文法的 比如說AB AB可以嗎 AB 如果說我把AB丟到S這邊丟進去 那A有符合 第一個嗎 然後我後面S要做展開 所以我S再回過頭來S S去找到BA 對應到這個B OK 好,那對應到這個B 我剩下這個A怎麼辦 剩下這個A 我讓A是空之串 這樣就解決了 OK 阿伯有忘記 那個直的線是什麼意思 直的是或 這個或這個 所以直線是或 好,那我看有沒有辦法ABCCC 所以ABCCC的話 我就看S 導出來是A跟S 小AS OK 然後S就回過頭來 S 小B A 所以我得到第二個B了 前面A 後面B 這樣子 好 然後我現在要走A這條路 所以A 導到 小C A 所以我看我後面有幾個C嗎 我後面是不是有三個C 所以他是不是就走這條路走三次 然後最後給他一個空之串結束 好 所以說 大家可以去自己檢驗一下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怎麼跑 下面這個的話我是不是 前面是不是有三個小A 前面三個小A是不是 S進 S進來 然後小AS 然後再回來小AS 再回來小AS 所以我就產出三個小A 我就跑三次 OK 那 所以說 這些字串都是可以符合 這樣子的文法的 這些字串有沒有什麼規則 其實大家在導這些過程中 有沒有發生什麼規則 這文法很特色 一定要是A開頭的 B開頭的請不行 不是C 大概會講Coconice Coconice也是類似的概念 就是你把一連串的字串把它切 切小 那第一個你要先知道 你最小的 組成這個句子 或組成這個語言 最小的單元是什麼 OK 那我把單元給定出來了之後 喔好 這邊丟了一個例子 比如說像這個東西就很難切 下雨天流客天 流我不流 OK 所以基本上你斷句斷不一樣的時候 它意思就完全不一樣 對齁 那所以說當你在 這件事情的話 它就完全影響到 你前面斷字怎麼去斷你的字 然後影響到你後面解釋的意思 OK 然後還有 因為剛好找到這個是 是那個 簡體的啦 有一個是我喜歡新西蘭花 那西蘭花這個東西是 台灣的藝名叫做花椰菜 OK 他們叫西蘭花 那新這個東西你可以斷成什麼 我喜歡 新西蘭花 那新西蘭在大陸那邊是紐西蘭的名字 OK 然後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我喜歡新西蘭花 OK 這個東西它也就是 你在斷字在斷不一樣的時候 你會去影響到整句的意思 這樣子 好 然後還有另外 你做到 你把字給切出來之後 接下來你需要去做的是什麼 在英文或者說一些其他語言裡面 會有所謂的實態這種東西 會有表現的形式這種東西 比如說 加ing加ed加s 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 像這樣子的東西 對電腦來說 我只想要知道說 它所對應的意思是什麼 我不想要知道說 它的實態是什麼 實態這件事情 或者說 加ing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沒有意義 那我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叫做 statement statement的話 叫做磁幹的提取 也就是說 比如說像這邊 舉個例子 就是說 fishing fish 然後fish跟fisher 這個東西 這些東西它都跟fish有關係 所以說我只需要去把 fish這樣子的磁幹 給提取出來 那我去把一些其他的 實態 或者說動靈詞 這樣子的意思 給消除掉 ok 這樣子叫做statement 那另外有一個是 返回去的動作 返回去的動作 叫做磁形的還原 叫做 lamatization 這個東西 ok 這個東西就是 當我已經知道這個字 然後我要去還原 這個原本的句子的時候 你需要去做的事情 那還有一個是 terminology 的attraction terminology 就是說 我看了這整篇文章 這整篇文章 它應該會有一些 我們所謂的重點的詞 或者說文字 有可能你在看一篇文章的時候 會對某些字 或某些詞 畫重點 它其實就比較像畫重點這樣子的概念 有哪些的詞 是在這個文章裡面會去提到的 所以說 我希望說 電腦去幫我把這些的詞 給標定出來 ok 這個也是一個NLP會去做到的任務 這樣子 好 然後到詞的 詞到這邊 那我們再往上架一層 再往上架一層 再往上架一層 我們知道word之後 我們再來會去進階到 我希望去把這個語法 語法給推論出來 也就是所謂的syntax 那我們要把這個語法給推論出來 我們要先做的事情是 標定這個詞 它是動詞 還是名詞 形容詞 之類的 這些詞性 這些詞性 當我把它標出來的時候 我才有辦法再進一步 往上去架我的文法 ok 那所以說 像這樣子的任務 我們叫做post tagging post tagging 它是一個縮寫 它是part of speech tagging 然後我們就會縮寫把它叫做post tagging 所以說在一個句子裡面 一個整個句子裡面 我們會有所謂的 主詞 動詞 受詞 然後受詞的修飾詞 對 這個也是 動詞的修飾詞 對 這個也是動詞的修飾詞 ok 所以說我們需要把一些 句子的整個的結構 或者說 把它的一些詞性 給標註上去 標註在這個文字上 好 那接下來 就是做parsing parsing的話 就是去做一個解析 解析的話 就是說我希望說 把這整個句子的文法架構給架出來 那 在現行的NLP的語法架構裡面 我們可以把它架成 有兩種方式 一種方式是把它 這個叫做 constitutency parsing 也就是說 它會把它 以一個樹狀的方式 去做一個呈現 去做一個呈現 ok 所以說 譬如說 這邊 這邊有提到 像 Fruitfiles like banana 這樣子的東西 那 前面這個東西 是一個形容詞 然後它會去修飾file這個名詞 ok 所以說它們會先是被 呃 歸在同一組 然後它是一個呃主詞 這樣子 然後 like a banana 這個東西 那 like a banana like是一個動詞 a banana 是一個 呃罐詞 然後 跟banana是一個名詞 所以 a banana應該是一個東西 然後 like 去 like a banana ok 所以它整個的句式就是一個呃 呃 主詞跟動詞 這樣的句式 然後往下去做採集 ok 然後這是一個方式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方式叫做 dependency parsing ok dependency parsing的話 它會去描述的就是 呃 dependency parsing這個東西 它會去描述的就是 我這個 比如說形容詞 形容詞 它會有一個形容的對象 所以說 它就會把形容詞去指向某個 某個 某個它所修飾的那個對象 ok 然後它就會去把 像這樣子的修飾關係 或者說 前後關係給 呃 架除完這樣子 那目前用比較多的是 dependency parsing 這個東西 這個方法 對 好 那 先 休息一下 等一下 那再繼續 一口氣講完會了 那像剛剛文法 語法拿到了 那語法拿到了 接下來 我們要再更進一步 拿到的是 這個東西的語意 一個句子 我們希望去更理解它 在LV的任務裡面去更理解它的是 語意這一層 那所以其實 像這個 這個這樣子的任務 其實在 呃 在第二任務出來之前 其實就有人在做類似的 測試 那所以他們都是希望說 可以從這些文字資料裡面去 找到一些 呃 關係 OK 那像這個任務的話 叫 net entity recognition 這個東西 那 net entity recognition 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在這些文章裡面 我已經找到了這些 特定的字詞 那這些特定的字詞 它應該會有所屬的類別 比如說 像這邊 jeffmeister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人物 OK 然後像 呃 這個 我不會念 這個應該也是一個人民 看起來應該也是一個人民 在我們人可以很 輕易的去辨識這個應該是一個人民 比如說 然後或者說 有些東西它是一個地區 或者說有些東西它是一個組織 一個公司 一個國家 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 我們要怎麼讓它去做一個歸類 我們要怎麼知道說它是一個人民 知道它是一個地點 那 所以說這個 Name entity recognition 這樣子的任務就是說 希望可以去 在 這個 裡面 自動讓它去歸類 它是 是 為什麼 這個是沒有變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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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快 換 換 我繼續講 它是不是要這樣子 ok 所以像這樣子 negative recognition 這樣子這個東西 它就是 這個任務就是希望說它可以去幫我的 這些 term 這些詞 去幫我去找到它所屬的那個 類別 ok 好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semantics就是說 當我知道一個句子的時候 我要怎麼知道這個句子跟其他句子的關係是什麼 比如說 今天太陽很大這個句子 今天太陽很大這個句子我可以很理所當然的推論出 例如 今天沒有下雨 今天沒有下雨 這個句子應該是 我可以從今天太陽很大這個東西去做一個推論 推論出來 那像這樣子的關係我們叫做正向蘊涵 ok 那像這樣子的任務我們叫做textured intiment ok 我可以從 我現在已知的 已知的這個句子裡面去 去導出一些事實 或是說去做一個推論 那跟它相反的是什麼 跟它相反的就是我們講矛盾 蘊涵這個東西 矛盾這個事情就是說 今天太陽很大 然後但是你今天下雨 那這兩件事情 看聽起來是矛盾的 那所以這兩件事情是矛盾蘊涵 然後還有一種是獨立蘊涵 獨立蘊涵這個東西就是說 這兩件事情沒有必然的關係 這兩件事情是獨立的事情 ok 那所以說我們沒有辦法從 太陽 今天太陽很大這個東西去推論出 明天有沒有下雨 這件事情 ok 好 然後再進一步 我們想要從 嗯 我們希望說 機器人他可以去自動 自動去閱讀文章 閱讀文章之後 文章裡面可能會去描述一些關係 比如說 呃 誰跟誰結婚了啊 或者說誰跟誰是 呃 是什麼關係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說 這樣子的關係 他可以被 當機器人在閱讀文章的時候 他可以被重建出來 那這個東西叫做 relationship attraction 的任務這樣子 所以說當他建構出來之後 他就可以以一個樹狀的方式去做一個表達 就是某個人跟誰結婚 ok 然後把它建構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讓機器人去把這一篇文章給看完 看完之後我就可以直接去了解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ok 然後透過一個像這樣子樹狀的表示法去把它建構出來 然後接下來你就可以去看說 好我比較關心的是 比如說我比較關心誰跟誰有結婚 或者說誰跟誰的雜誌會傳媒文之類的 這種關係 這個東西你就可以去看這整棵樹的某一個部分 ok 那所以說希望去把這樣子的關係給萃取出來 好 那另外一個是在商業上 或是說目前比較常用到 就semantic analysis sentiment analysis 那 sentiment analysis 這個東西就是說 當一篇文章裡面 我可以去知道這篇文章它所表達的情感 或是說它所論述的言論是比較正向的 還是比較負向的 還是說它是一個中性 ok 比如說在amazon的那個 它的商品的評論裡面 你可以去找到 比如說它這邊給五顆星裡面 它只給三顆星 然後它的主要評論就是說 這本書非常差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在它的一些comment裡面 去找到一些比較負向的詞 然後去再描述這個商品 然後你也可以在其他的言論裡面 去找到一些正向的詞 然後它再描述這些商品 那除了說我可以透過詞的標定 我事先知道比如說good good這個詞 它是代表是一個好的意思 它是一個正向的詞 那我去抓說 在這些文本裡面 到底有哪些的詞 是偏向good 或者說偏向bad這樣子的詞 我們在一般比較早以前來說的話 是直接做統計 譬如說正向的比較多 或者負向的比較多 然後就直接給說 喔這個比較偏向正向的 比較偏向負向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遇到一個狀況 比如說I'm not happy not happy happy這個東西 我是比較偏向正向 那not是給happy這個一個否定 所以說當我去表達說 not happy這個東西的時候 整體來說 我是一個負向負面的表達 但是如果你去計算這個句子來說 我有一個not 有一個happy 有一個正向有一個負向 然後這樣的話 它應該是天向中心這樣地消掉 所以說在Centiment Analysis這邊 從比較早以前 他們會直接用訪計去做 那到後面我希望說 我去把整個文字的文法 跟它的結構關係找到了之後 我再把這些正向或負向的詞 對應上去 去進一步做一個推論 去進一步去得知說 它整個 整個句子或是整段文字 它在描述的是一個正向的概念 還是描述一個負向的概念 好 那所以說我們就會從NLP這個東西 進一步到所謂的NLU這個東西 NLU這個東西指的是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就是說我希望讓這個機器人 或者說這個模型去理解一件事情 OK 所以說從NLP P的話是去做一個processing 就是去做一個處理 處理的話 它就是直接從文本 然後我去切我的文字出來 然後到文法的結構 那我要怎麼從文法的結構 字意這樣子的東西 進一步變成我們抽象上的概念 或者說概念之間的關係 這樣子 所以說從這邊 NLP到NLU 這邊其實是大家比較想挑戰 或者說崩課的地方 其實是NLU這塊 OK 然後 在很多NLP的任務上 其實在一些傳統的軟運動 已經做得還不錯了 OK 但是其實是還是有人 一直在持續在精進這些部分 這樣子 好 那所以說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譬如說 像 Pause Tagging Pausing Word Segmentation 這邊都比較算LLP的領域這樣子 那LU Understanding 我怎麼知道說 這一篇它的 情感 就是它的Sendiment 它是比較偏向正向的 還是比較偏向負向 這個東西已經到 有點Understanding的意味了這樣子 然後呢 再進一步 我可以希望說 可以去做到的事情是什麼 Reading the Comprehension Reading the Comprehension 就是 讓機器人去閱讀一篇文章 它能真的去了解那篇文章的角色 OK 這個叫做Reading the Comprehension OK 然後所以說 就會衍生出一大堆的 應用系統 應用系統 比如說 在Google的話 最有名就是 Machine Translate 就是 機器翻譯 Google翻譯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一個 應用小型 然後還有QA System QA System的話 就是說 有點像 現在很多的Checkbox 那這些Checkbox 你可能會問他一些問題 他會給你一個答案 然後就是說 像Siri這樣子的東西 你可以問他一個問題 他會給你一個答案 那 這個東西 他只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 我丟一個問題給你 然後 你會一個答案給我 你沒有辦法跟他 有更進一步的對話 OK 那所以說 大家其實也想做一個 所謂的Dialog System 就是 對話系統 OK 就是說我可以跟這個東西 做一個溝通 他可以給我一些知識 我可以跟他 說一些我要的東西 是什麼 OK 然後再來 Summarization 這個東西 Summarization 這個東西就是說 當讓機器人 去看了一篇文章之後 他可以幫我寫出一篇佔項 就是說 他可以幫我去統整出 裡面的一些資訊出來 OK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 呃 蠻 蠻重要的一些 應用場景 這樣子 好 然後再更進一步去細分 NLP 跟NLU的關係 NLU其實是NLP的其中一個 就是 他的自己這樣子 然後 所以NLP 他比較 focus在你的字啊 語法啊 你的詞 你的詞 語意這樣子 那 到NLU的話 他會有幾個層面的問題 比如說我說 我的輪胎爆胎 那 我的輪胎爆胎這件事情 你的解釋上 可能會有幾層的意義 第一個就是 我的輪胎 他毀損了 他壞掉了 OK 這個是字面的意義 然後 你為什麼會去講 我的輪胎爆胎的一個事情 那因為說 我的輪胎爆胎 所以說我的 比如說 汽車或機車 他沒有辦法動 OK 他導致說我的機車或汽車 沒有辦法動這件事實 所以說我會去提這件事情 然後再到進一步 就是說 我希望去更換輪胎這件事情 因為我的機車或汽車沒有辦法動 然後 就不開心 我需要去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說 我需要去更換輪胎的事情 所以說 當一個機器人 當他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他可以理解到什麼程度 第一個是 我跟他說 我的輪胎爆胎 然後 他就說 好 我知道你的輪胎爆胎了 讓你 對 我知道你的東西壞掉 然後呢 我不知道 然後 那再更進一步 就是到 一個 異象的意義 異象的意義就是說 我的輪胎爆沒有辦法使用 所以說 導致說 我的機車或汽車沒有辦法使用 這件事情讓我很困擾 OK 好 那再更進一步就是說 這件事情要怎麼解決 這件事情的解決方式就是 我要把輪胎換掉 所以說 所以說 在現在的一些 克服系統 或者說一些 chapbar的 他們希望做到的事情是 去推測顧客的意向 他們的意圖是什麼 他們想要 就是他們 來求助這個chapbar 然後跟他問問題 或者說跟他講一些事情 那他要可以去推出 顧客他心裡想要的 那個東西是什麼 想要幫他做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 再來 你在講 語言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其實是會有一個 脈絡 或是情境的 比如說 你今天是跟 車廠的 維修人員說 我的輪胎壞掉了 那他可能會知道 好 那你就是要換輪胎 我就幫你換輪胎 但是如果說 你是跟你的朋友說 我的輪胎壞掉了 那這個時候他會怎麼反應 就是說 那你應該去找車廠 你去找我 就是說 你是想跟我講這件事情 然後 跟我聊天的意思嗎 還是說 然後或者說 如果那個朋友壞心點 他可能就會笑成這樣 之類的 OK 所以說基本上你在 一段話 你放到不同的情境當中 他會有不同的反應 OK 所以說在 context這件事情 是 NLU需要去解決 需要去理解的事情 那接下來 如果我們 NLU有了 我們要做的 還有另外一個 比較大的任務就是 就是 National Language Generation National Language Generation 就是 當這個機器 它理解了 你現在要做的事情之後 它要 給一個 回饋 它要給一個 回應 這樣子 那這個回應是什麼 我們一樣 要用自然語言的方式 去跟人 去做一個對話 所以說 我們要把這個自然語言 給 產生出來 OK 所以說 這個任務叫做 NLG 這個也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項目 或者說 很大一個領域 這樣子 所以說 當我們知道一些資料 我們有一些資料 或者說 我們有一些關係 那 有沒有辦法用這些資料 或者說 這些關係 把一篇文章 給產生出來 或者說 把一段話 給產生出來 去表達它 所需要的意思 OK 好 那所以基本上 在一些應用程式 或者說 一些應用場景裡面 就會去 應用這些東西 那這些應用的東西 就會是 譬如說 像Google Translate 就是Google翻譯 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 翻譯的場景 就是NLP的應用場景 然後 一個是 Summarization Summarization 這個東西就是 跟剛剛講的 就是做 宅養 OK 我一篇文章 當我閱讀它之後 那我會知道 這篇文章裡面 所講的這些概念 概念跟概念之間的意思是什麼 他們的關係是什麼 然後 我要做摘要 我勢必要把這些概念 給 做一些修剪 有一些不必要的細節 我可能 需要把它去掉 OK 做完修剪之後 這些概念 我在用 產生 生成的方式 去把這篇文章 給做出來 把這些摘要給做出來 那當然在 比較早期 比較早期 真的說比較早期 應該說 2015 2014那個時候 大概做的方法是 用attention model 去做的 那那個時候 可能不會有像上面這個 這麼明確的一個 關係存在 他可能 我就 希望說 我把這篇文章 丟給他 他做完某種程度的處理之後 就可以直接去產一個摘要出來 那那個 他的 產出來的品質 就不太好 OK 好 那 QA System QA System的話 就是聊天機器人 呃 其實他是只有 就是 問問題跟 呃 機器人會回你答案 這樣子 OK 好 然後 進一步的話 就是聊天系統 就是Dialog System 那Dialog System的話 他包含的是 如果你真的是要用語音去做聊天 就是你用講話的東西 那他就要搭配有就是 語音辨識的部分 如果你是直接用文字的話 那他就是直接文字的input進去 進去之後 我要進 呃 NLU的部分 希望 這個機器人進 呃 去理解 我所講的這些 東西 他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變成一個 呃 知識之後 他就會進 那個 Dialog的 Management 就是 呃 一個對話系統 OK 那這個對話系統 他後面要有一個 呃 呃 呃 他在文章裡面叫做 Knowledge Based Knowledge Based 就是有點像 知識庫這樣子的東西 我要把 這個 他所要問的這些東西 或者說 呃 對話的這些東西 這些話 拿去我的 知識庫 去做一個對應 然後找出這些 知識庫裡面 我應該要回的這些東西 然後丟到 呃 NLG 就是 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 這樣子的系統 讓他去產出 相對應的文字出來 好 所以這樣子 應該就會把一個 可以 可以 呃 聊天 可以理解你想要 做什麼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機器人 給做出來 這樣子 但是這個還是 大家目前還在努力的方向 對 這個真的是 還在努力的方向 好 那 跟 這邊 跟那個 NLP相關的 那個 語言學領域呢 大家會有這些 對 這邊 列出來給大家看看 這樣子 好 然後 所以 接著就會進到 呃 近代的 呃 技術發展 OK 那 在 剛剛我們有提到的這些 這些 那些藝術 就是剛剛提到的那些 TESC 我們把它列在這邊 好 那 要講的 就是 近代要講的 第一個就是Yusha Banjo Yusha Banjo 它是那個 把這些文法跟 呃 語力的部分 它其實在你的文字裡面 就有蘊含這些訊息存在 OK 那裡面就有蘊含這些訊息存在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 轉成一個 語意的 呃 項量 去做一個表達 那這個項量裡面本身就有 含一些 語意的成分在 那我要怎麼去找到這些訊息呢 這些訊息在哪裡 嗯 那或者說 我們要 其實比較重要的是那個字的意思 OK 那那個字的意思 是怎麼去決定 有人想試的 猜猜看 一個字 我們怎麼知道說這個字的意思是什麼 查字典 然後你查到字典之後 那個字典就會給你另外一句話 我再去查一次字典 對 然後你就 就沒完沒了這樣子 好 那其實 嗯 嗯 在 Dengel教授的理解裡面 一個字 它的意思 它其實是來自它的 context 也就是說 我怎麼去用這個字 用這個字的脈絡 它出現的頻率 它平常會出現在哪些 呃 定義了這樣子 這個字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說它提出來這樣子 呃 所以說這個 呃 Distribution 呃 representation 這個東西啊 它就會有一些 approach 去處理它 對 就會有一些 比如說 war embedding 或 character embedding 然後這個我們等一下講 那 呃 剛剛講到的 neural language model 這個東西 後來就是由2013年 Google所提的這個 word to bad的這個 vector 它就是成功把它訓練出來 訓練出來之後 就會發現說 欸 它 不像 它 不像 就是當初 Benjo教授 他想的那個樣子 可以一直丟東西進去 但是它反而有另外一個效果 另外一個效果是什麼 另外一個效果就是 另外一個效果就是說 它可以把 這個字的字意 變成一個 呃 vector 變成一個向量 然後這個向量 可以去表達 呃 這個字 的意思 OK 好 然後所以這個怎麼做呢 這個它的做法就是 呃 好 我前面忘記講n-gram n-gram的話 我們 也就是說 n-gram的話 我可以用 前面一個字 去預測下一個字 這個叫做 unigram 就是 一個字去預測下一個字 你也可以用前兩個字 去預測下一個字 你也可以用前三個字 去預測下一個字 你也可以用前三個字 那你用前n個字 去預測下一個字 我們叫做 n-gram的方法 n-gram的 model 那所以說 像這邊的話 你可以用五個字 前五個字 去預測下一個字是什麼 所以說 當這個句子是這邊的時候 我可以把前五個字的 向量 然後 丟到這個 n-gram裡面 然後讓它去預測下一個字 是什麼 那這個只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模型 它裡面只有一層的 hidden layer OK 好 那這個東西它訓練出來 它可以做到的是什麼 它可以做到的是 當我看到 這個water bag 它的向量 當我訓練出來之後 我就把那些hidden layer的向量拿出來 那些hidden layer的向量 每一個向量都有一個 相對於一個字 所以說 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這個空間裡面 King 它就在空間裡面是一個點 是一個向量 是一個點 Queen 它也是一個向量 一個點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Man是一個點 Woman是一個點 King跟Queen 它會有一個相對關係 Man跟Woman 也會有同樣的相對關係 OK 那再來 Walking跟Walk 然後 Swimming跟Swamp 這個也是 那個 時態的轉換 那這些時態的轉換 它其實也會有一個相對應的關係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個國家 跟它的首都的關係 國家 譬如說義大利 首都是羅馬 德國 它的首都 柏林 然後 譬如說 日本 它的首都 東京 它會把 所有 就是國家跟那個 它的首都的關係 這樣子的一個 向量相對的關係 給 找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 有什麼好處 它就有所謂的 組合性 OK 組合性是什麼東西 組合性就是 我可以去做一個 羽翼的運算 羽翼運算 羽翼運算 就是說 當我的King Google它取得了 滿大的一個 成功 這樣子 那 Worto Bay這個模型的話 它其實有兩種形式 一個是叫做 Continuous Bag of Work 那 Bag of Work這個東西的話 嗯 好 它它簡寫叫做 CBOW 這個東西 那 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用前 比如說 用前四個 嗯 這一個 喔不是不是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個是字的前兩個 然後跟字的後兩個 去預測中間那個字 OK 然後 另外也有一個叫 Skip Grant 那Skip Grant的話 是反過來 Skip Grant的話 它是用中間那個字 去預測 周邊那個字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什麼 這個字 的定義 我們剛剛講就是 這個字 它的Contest是什麼 它的Contest 是由 它附近的這些字 去 嗯 把它的字意給 推出來 OK 所以說其實這兩個模型 其實都隱含 像這樣子的概念 它只是 順序上 不一樣 OK 然後 嗯 目前 嗯 如果你去用 Word2Bed這個模型的話 它預設是 Skip Grant的模型 這樣 那你可以Code另外一個 好 那剛剛講的是 所謂的 Word Embedding Word Embedding就是 我可以希望把一個字 它原本是 包含 Incoding的方式 那 Word Embedding其實沒有 包含任何的字意在裡面 我可以把 Word Embed 變成一個 字意的一個Vector 然後把 這個字意 這個東西 把它 含瓜在我的Vector裡面 那 有沒有更細的 更細的就是 所謂的 Character Embedding Character Embedding 我就是用 一個字一個 一個 一個 Character 比如說 ABCD 然後我用 A這個 去做Invalid B這個 去做Invalid C這個 去做Invalid 那這樣子的做法 它可以用在 PostTagging 跟 那個 Name Entity Recognition 的任務上 它比較常用 是用在這兩個上面 那 這個東西它可以作用的是 我在 這些字的裡面 它其實有一些 字型上面的 意思 比如說 在 一些 在 字的 形態上面 它其實有一些 Information 那它可以把這些 Information 給 Incode進來 如果有問題 可以問 可以 可以打斷我的 那 所以 目前 做這個 State of Art的 Model 大概就是 在 這個 這個叫 什麼學 對 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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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西班牙文 它在 做 NR 這個任務上面 它的 那個 如果你用 Keratan Embedding 它會 比 用Word Embedding 好這樣子 好 那在一些場景上面 你用kerata embedding會比較好 譬如說有一些字是不曾出現過的字 或是說這些東西是model沒有看過的字 我們叫out of vocabulary word 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沒有辦法 用word embedding的方式去讓它呈現出一個語意相量 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說它就會依賴說你kerata embedding這樣子的做法 去處理它 這邊我先跳好了 這個contextual word embedding這邊是更進一步的東西 然後它會跟現代 大家有知道就是google google前一陣子就是發表了一個模型叫做 BRT BRT那個模型 那BRT那個模型其實是集了最近很多NLP模型的成功 然後把它集大成起來 那其中有一個成功就是 其實在剛剛word2bag的模型裡面 它有些東西會做不好 有些東西會做不好 比如說一字多億這個東西 一字多億這個東西 你在word2bag跟一些google的word embedding的那個裡面 它會做不好 那為什麼它會做不好 就是譬如說我可以看兩個句子 the bank will not be accepted cash on Saturday 那還有另外一個句子叫做river or flow the blank bank這樣子 那bank這個字在前面這個的意思是銀行的意思 在第二句它的意思是合體的意思 所以這是兩個完全不一樣意思的東西 但是是用同一個字 所以說這個東西你就很難用一個字 對應一個向量的方式去讓它有同樣的這個意思 那所以說後來衍生出來叫做contextual word embedding 那它就可以把不同的意思分開 好然後我這邊先跳 先跳後面 好那所以說在NLP裡面會運用到的neural network的模型 neural network的主架構大概會是C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就是RN 還有最近出來叫recursive neural network ok然後從CNN先講 基本上CNN它用在NLP裡面 它其實是想要去抽取更高階的feature 這個東西 ok 然後去抽取更高階的feature 它可以應用的 嗯 Task 有Centiment Analysis 然後譬如說Samarization Translate 這些場景 這樣子 它會去抽取更高階的意思 那基本上CNN在NLP裡面的 這個經典的架構大概會是這樣 我們裡面裡面會有輸入一段句子 這段句子它會先透過剛剛的word embedding 這些embedding的方法把它轉換成一個語意的項量 這些語意的項量它本身就會包含這些語意的東西在裡面 把這些東西當成input 再會到convolution layer裡面去 convolution layer裡面 先做完convolution之後 然後再去做mass pooling這樣子 然後一樣是 是跑fully connected的neural network 那如果你是跑fully connected的neural network 那如果你是跑fully connected的neural network 你後面基本上做的事情 都是做classification ok 所以說我就可以去辨識 像Centiment Analysis裡面 我就可以去辨識 這個東西它是比較偏向正向的 比較偏向負向的 我可以去做一個classify ok 好 那所以說 在convolution這邊 如果你套在NLP的任務裡面 它可以去 在convolution的話 我們會是有一個filter 或者叫kernel 這個東西去對你的input 去做一個模式的辨認 那這個模式的辨認 我可以去辨認到某個特定的模式 辨認到某個特定模式之後 在我mass pooling這邊 它會把match最大的那個值挑出來 match最大的這個值挑出來 它本身就意味著 它會去在ngrand的feature裡面 去挑出最顯著的 或者說最突出的 這樣子的字 或者說這樣子的字 溢出來 ok 所以說它就可以去產出 像這樣子的 應該說會有這樣子的一個作用 好 那所以 糟糕我把這邊講完 所以 就是一個句子進去 然後 一個句子的話 譬如說你會有 d等於5這樣子的一個vector 代表一個字 然後你一樣是做convolution ok 然後convolution 然後通過一個activation function 你就會得到所謂的feature map 那feature map 你再去做match pooling 把它縮減 縮減成比較小的向量 這樣 所以你就會從 這四個 一個向量裡面 四個元素裡面去挑出最大的那個元素 對 然後再把它整併成一個大的向量 那這個東西它就可以去把隱藏在這些字 或者說這個字譯裡面的這些latin的資訊給萃取出來 然後萃取出來之後再看你要去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你要去做分類 或者去做其他的事情 好 所以基本上 應用場景的話 它是作為一個 呃 ngram的feature attractor ok 去做一個feature attractor 好 然後 誒剛剛任務講完 好 然後有一些變體喔 有一些變體叫time delay neural network 然後跟 有一個叫dynamic multipooling的CNN 那time delay的new network這個東西 它就是讓你的conclusion的那個 conclusion不是有kernel嗎 那kernel我就把它當成有點像sliding window這樣子的概念 我去掃過所有的文字 掃過句子裡面的所有字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去抓出在字詞 就是整個句子裡面每一段每一段每一段它的字譯是什麼 然後去做一個高階的tritch 高階feature的tritch 這樣子 好 然後 呃 在有一些任務裡面啊 在有一些任務裡面啊 像我們在做max pooling 那max pooling它只會調出 呃 最凸顯的那一個 那如果說 有一些東西 呃 第二高的也很重要 或者說第三高的也很重要 這時候怎麼辦 那這時候它就把它改了一個方式 叫做 K-max pooling 那K-max pooling的話 那K-max pooling的話 它會去抓 前K大的 東西 做pooling OK 它就會留下前 topK的東西 這樣子 它就不是只有留下一個 OK 這樣子它就可以含光 呃 比較多一點的資訊 它不會去 loss太多 呃 資訊這樣子 好 然後細節 細節 細節就不講了 因為 呃在 呃 那篇review paper裡面 會提到這些東西 然後 時間不太夠 好 那 RNN的話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的話 基本上 在 這個 網路徑來 它其實 模擬了 語言 跟文字 裡面 它是一個 循序 就是我們叫Sequential 這樣子的一個特性 OK 所以說 它做的事情 它是可以去把 一個 Range 就是一個 一個範圍的這個 這個Sequential的資訊 把它做一個 Ecode 就是把它變成 呃 固定Size的項鍊 然後把它 萃取到這個 固定Size的項鍊裡面 OK 好 那 基本上它的應用場景 就是Language Model 然後跟 那個 Machine Translation 然後它也可以用在 那個 呃 語音辨識 OK 然後跟 Image Caption 好 然後等一下要再講 所以基本上 RN的話 它大概會是 長得像這個樣子 你下面會是一些 Input的 那個 字詞進去 然後通過某些運算之後 它中間會有一個 Hidden的Vector 或是說叫 Hidden的Vector 好 那 呃 它產出來的這個 它可以是 Hidden的Vector 直接產出 它也可以 你去再乘上一個 矩陣之為 OK 那它所通過的這些 A A 全部都是一樣的 都是同一個 Matrix 這樣子 那 它的優點就是說 它可以去抓到這些 Sequential 就是從前面 它所 看過的這些字詞的 資訊 然後 呃 它可以去處理 就是你不同 長度的資料 有些句子比較長 有些句子比較短 它可以 都可以去 用同一個模型 去做一個處理 然後 在 呃 不同的時間點 比如說 在比較 句子比較前面 去描述到的資訊 可以去跟句子比較後面 去描述到的資訊 去合併做一個 運算 好 但是它 這個模型比較簡單 它會遇到一個問題 叫做 Vanishing Gradient Problem 就是它的那個 梯度 在訓練的時候 它會 消失 OK 那所以說這個東西 它在下一個 就是LSTM 這個模型裡面 就是克服了這樣子的問題 OK 那LSTM 也是比較早期 提出來的 模型 那它主要 相對 就是去 處理 梯度消失 跟梯度爆炸 這樣子的問題 那 呃 這個 這個東西其實 後來大家就覺得它有點複雜 所以 後來就做了一個簡化版 簡化版 目前大家比較常用的是 Gated Recurrent Unit 這個東西 或者叫 GRU OK 那GRU它是一個 降低LSTM複雜度 但是更有效的方式 它基本上它的 Performance跟LSTM 是不是差不多 好 那 如果說 在 RN如果應用在 WordLabel的 Casification 比如說 你要去對你的 Nand跟Entity 做 做Recognition 我要去知道說 Merry這個東西 是一個 人民 它是一個人 這樣子的東西 我要去做一個 對應關係 做一個這樣子的對應關係 它其實是一個 分類問題 我覺得要去分類它是人 還是地區 還是組織 還是什麼 這樣子的東西 那 像這樣子的東西 在 目前 State of art 的 那個 Task裡面 它們用的是 叫做 Bidirectional的 LSTM Bidirectional的 LSTM 這個東西指的是什麼 這個東西指的是 我看到一個句子 這個句子 This is a book 這個東西 我可以用一個LSTM 從前面到後面 我從前面開始丟 然後開始跑 這樣子 那 譬如說 對這個方框來說 它吃到的是 This的資訊 還有 Is的資訊 OK 那後面的資訊 其實是沒有吃到的 所以說 這個方框 它所吐出來的 這個 Hidden Vector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只有 含刮前面的部分 它並沒有去含刮到 後面的部分的資訊 那這個時候 要怎麼解決 我就做一個反過來的 做一個反過來的 就是像紅色這個 它是一個 叫做 Bidirectional的 Bidirectional的 LSTM 它就是從後面吃回來 所以說 同一個句子的話 我可以去丟進 兩個LSTM的 嗯 model裡面 然後它就會產出 相對應的 嗯 Hidden Vector 然後再把這個 Hidden Vector 直接接起來 就直接compact起來 那 當成它的一個 一個 呃 語役相當 可以去做一個 運算 那這樣子的話 對 嗯 對譬如說 這個來說 我就可以得到 從這邊來的 從這邊來 它就是含刮前兩個 從這邊來的 它就是含刮後兩個 這樣子的資訊 我就可以得到 這整個句子 呃 在這個位置 它的 語役的資訊 是什麼 然後 我得到這個資訊之後 我再進一步去做 分類 好 然後 這個是word label 就是我要對一個字一個字 去做分類 就是這個字是什麼 那如果你要更大 就是 sentence label Sentense label的話 你可能就是 會用在 sentiment 那就是 情感分析這樣子的 任務裡面 可以去用這樣子的 模型這樣子 好 那它也可以拿來產生 language OK 拿來產生language的話 在這邊的話 是一個 這邊可以接 image 也可以不接 如果接image的話 我們就要做 看圖說故事 就是要 image caption的 任務 我們把image 透過CNN 轉成一個 vector 之後 我們再把它丟到LSTM 那丟到LSTM裡面 它就可以把 這個 vector裡面 它所蘊含的資訊 做一個解碼 做一個解碼之後 以一個語言的形式 或者說句子的形式 去做採除 那 這邊 你可以去輸入文字 或者說你可以不要輸入文字 那輸入文字的話 他們叫做 Visual QA System 也就是說 我給你一張照片 那我問你有問題 你就 給我一個答案 OK 像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說像RN 這樣子的模型的話 可以拿來做 語言的生成 這樣子 好 所以基本上RN 它的形態有非常多種 你可以是 多個input 然後產出多個output 或者說很多個 很多個input 最終產出一個output 或者說一個input 然後中間會產出很多個output 對 有各種各式各樣不一樣的形別 那 在2014年 這個 記者製作 Google他提的那個 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這個東西 他就對這個東西去做一個解 所以前面的話 是一個LSTM的一個模型 它可以把整句話 embedding變成一個vector 那後面會有一個decoder 我再對這一句話 做一個解碼 那這個東西可以用在哪邊 這個東西基本上是用在 機器翻譯 OK 我前面是關於 比如說我是英文翻法文 那前面是關於英文 這個語言它的embedding 然後後面是關於法文這個語言的 語言生成 那有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我們就會進一步到2015年的attention model 那attention model這個東西 我們前面 前面這邊中間 這邊在語言翻譯裡面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在翻譯的時候 我的 它的那個vector 或者說字意的對應這件事情 它並不是一個對一個 比如說我的英文的第一個字 會對應到法文的第一個字 然後英文的第二個字 會對應到法文的第二個字 有時候它的順序 或是次序 不是這麼一定 有時候 你有可能會有 導樁或是反轉 這樣子的問題存在 那這樣子的問題存在 他們就提出了一個 叫做attention model的方式去做一個解決 也就是說 我encoding 它這邊 我把這些字意給encode進來之後 它會成為一個所謂的contest vector 這個東西 contest vector這個東西 我再丟到decoder裡面去做一個解碼的動作 那 但是這個解碼的動作 它的字意是 英文跟中文它在對應的時候 這兩個是對應的 但是 意思跟在應該不是對應的 然後eating是對應的 ok 所以說他們就做了一個方式 做了一個方式就是 在encoding的這一層 他們去做一個 encode 然後我可以得到所謂的contest vector這個東西 那contest vector這個東西 它在我要輸出的那個y 它去產出來的那個那個 vector 它會去做一個比對 去計算一個相似度 如果說 如果說 這個x 這個encoder 它所計算出來的這個contest vector 跟y的很相似 那我就會認為這個contest vector 是對應y的某一個字 然後讓 decoder去做一個產出 做一個生成 ok 基本上是類似像這樣子的機制 然後讓它具有所謂 就是比較形象的話 我們叫做attention 就是注意力這樣子的形容這樣子 好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看到什麼 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語言翻譯裡面 這邊是英文 然後這邊是法文 那像 這邊比較亮的是什麼 比較亮的就是 它在計算那個相似度這件事情上面 兩個的 vector相似度是比較高的 ok 所以說 在這邊的話 這個字跟 這兩個字它的相似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它的翻譯就可以這樣一對一翻下來 然後有一些是 有反轉 或是說有一些 比較特心的聚法結構的關係 可以用 好 然後 Google又進一步把它進化到 我們叫transformer transformer就有點複雜 它也是attention model的進化 好 那基本上目前你用attention的機制的話 大概都會直接用transformer這樣子的模型去做一個搭建 那這篇 paper的話是叫做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對 好 然後趕快把這邊講 那在transformer這邊裡面 它用到了一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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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它整個形式會比較像這個樣子 就是說它再去讀這個劇法結構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階層式的一個劇法 然後上去 然後上去之後 再把這個新生成預測出來 再把這個新生成預測出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